屏幕前各位即将一键三连的吴燕祖们问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一双喜欢了五到六年甚至更久 但却没有入手的球鞋 欢迎把它发在弹幕上 而今天我给大家带的这双 是我喜欢了16年的球鞋 就是这双AJ-11 打开鞋盒 发行面 两双立着的球鞋 不是那种横躺的 鞋盒非常高 整体是一种比较胖胖的状态 那这双球鞋为什么会到我这呢 是一位上海的朋友 大家想必不认识他 但肯定知道他的东西 他就是CPU的创始人 他呢买了双这个鞋 然后呢说先寄到我这 所以说在今天晚上快递到我家 然后我跟他说 他说明天能寄给我嘛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12点半了 我想了想 一定要给大家录期节目来聊聊这双鞋 所以说大家交个赞不过分 对吧 我们打开这个鞋盒能够看到整个球鞋的科技 包括他一些非常变速的设计元素在上面 鞋盒里面呢还有两个额外的气垫 那这双鞋呢也是AJ首款可以替换气垫的球鞋 我把这个外底 这个跳跳人一摁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直接空掉了 里面的气垫呢就拿出来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块 Zoom气垫 16年过去了 两个类型的气垫依旧Q弹 2006年啊 当年钩子还在处于打天下的状态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2060哪些球鞋大概过一下 包括Epson的Aunce10 还有曼尔迪的T-Mac6 以及阿迪达斯出的那个Basketball01那种鞋 我这些人给大家做过节目 都是各家纷纷拿出尖端科技要拼的状态 所以说耐克带来的这双作品 AJ的正代 为了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的质感 我给大家听一听 它的原声大碟沉浸式开箱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一键三连时间 这双鞋的质感呢相当炸裂 并且一些设计点上呢 也是把跑车啊 宾利GT的这个元素融入进去了 包括整个侧面两侧这个黑色TPU造型的隔山 就跟汽车前隔山的进气孔一样的 以及这种侧面的透气塞里面的金属网格 像汽车头枕上的压印 在23的字样上面也是得到体现 以及阿坚塔尔材质 加上这个银色的立体Jumpman logo 这双球鞋所有用的logo这双全是立体的 包括这个小小的鞋带孔 它也是扁形的 像不像跑车的排气孔 另外还有点呢就是它的内衬 它整个内衬的菱形格纹 就是跑车上座椅 常见的那种豪华车的一个本路 其实上端呢是有一个磁吸扣 上面一个小搭扣 有XXC的压印罗马数字 里边有个非常大的空间 内衬呢还剩的纯皮革材质 你可以把鞋带系进以后收到里面去 来保证整双鞋的流线型 然后就是DNA双链的一个设计元素 体现在外底上面 外底的纹路全部都是由双链组成的 所以这双鞋就把DNA双链和GT跑车的概念 完美的结合到了这个充满流线型速度感的球鞋身上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讲的就是这双鞋 是我们中国篮球民宿王之志非常中外的鞋款 甚至在他人生最重要的2018年北京奥运会家门口打美国队时 也是上脚的这双鞋 可见他当时的综合素质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所以这双鞋的质感 拿到实际上真的是 你不要去做什么功课 就是你我内心的感觉就已经是完全涌上来了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看到是2007年 我没有从任何杂志啊 这种书本上看到他 我就是从我学长 当时上学他穿了一条很宽松的工装裤下面配上这个鞋 我从校门口一路跟到他教室门口 我觉得这鞋太帅了 然后从后跟这个JOMMAN LOGO判断出来 他是乔单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哪一代 但当年他就售价到了1480 这段打折也是到了780块钱这个价位 对吧 我也没有这个条件买 所以说呢 因为Sonic 我才有机会真切的摸到这双鞋 其实这种感觉就是回忆全部涌上来了 OK 以上就本期AJ21的节目内容 其实呢 更多是我自己想把它留在我的频道里面 奔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吧 那么你心目中在开头说的那些球鞋 我马上倒回去看一下 哪一双是我跟你有共鸣的 我立刻安排给大家再来做节目分享一下 希望你能喜欢这双AJ21 我所能够带给你的感受 可能没有那么详细 没有那么多小的亮点 但是呢 就是一个爱鞋之人 在时隔16年之后 第一次摸到他当年喜欢的球鞋那种心情 在这个凌晨给大家分享 希望呢 你也不要忘记你的关注 你的点赞 你的投币 这样呢 我的节目能够跟别人都看见 频道才能更好良心的发展下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